去打比赛 就是我做拳招野球 反正也是球场围了一圈又一圈就对 好的外线的转移 潇洒组一回的轻松两分 好的漂亮再继续在内线的两分球 可以用张宏林 我是张宏林来自福建拳拳 现在效力于上海拳拳球队 我的家乡应该是全中国篮球氛围最好的城市了吧 一天多的话可能就有五六场球才让你去打 什么节力都要打球 夸张到人家结婚也要举办一个比赛 然后邀请球队过来打球的热闹 篮板球哥来了 这家既无霸燃的航空无浪里无人卡龙 别的地方晚上的活动就是去看电影去喝酒去聚餐 然后我家乡的晚上的活动就是去看打球各个地方看打球这样 好的漂亮的操作 长龙卧服真的长龙卧服 现在这里的观众就口味越来越高了 就以前看村队打觉得很满足了 现在就是 老外都来啊 对现在就看这种CBA都觉得很正常 连老外都打了 什么前NBA的都来到这里打 太有意思了 就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种 就这种村里组织的联赛 你说美国哪里有这种 美国村里根本不会主持这种比赛 还不会有时候就很嫌弃还不会 不要当着镜头就 他还嫌弃我了很能吃 而且专门是挑好东西吃 就赚的钱几乎都吃下去了 就以后没赚钱看怎么办 减肥 其实我现在挺瘦的讲真的 又瘦又壮 就完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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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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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老 Prepare 今年26岁,来自上海 然后原来是练田径的 成绩还可以吧 就我练的时候上海市的冠军都说 其实我也拿过全国冠军 然后也拿过全国前三 在那个时候就青少年的一些田径的比赛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注 就觉得练的好了吧 也没什么的,练的不好今天被教练骂 然后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看 他们也不关注 我有时候比如说得了个什么冠军 我回来也不跟他们说,没人问